52歲的瓦剌打拉豬 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 卻在2014年罹患甚衰竭 龐大的洗腎費用 壓得一家五口喘不過氣 很短時間 我已經離開了 我沒有什麼要做 我只能幫助我 2015年慈濟開始提供補助 讓三個孩子可以上學 如今20歲的大女兒 已經成功被政府理工學院錄取 我感覺很幸運 因為當你突然要經濟 有很多趨勢的改變 你不知道什麼要做 Zucci是在我們帶來的指導線 把我們的生活保障 保障我們回到那裡 我們離開了 女兒順利考上大學 但全家卻愁學費沒著落 慈濟志工再度伸出援手 還幫她辦了一場 簡單的慶祝餐會 好像給安妮兒一個苦力 因為她自己自協 考到這種成績 能夠慶祝Politanic 是一個難得的 脫貧從教育開始 期許孩子能無後顧之憂 安心上學 翻轉人生 大家新聞 這次美志工 王日發 中開安 馬來西亞報導